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在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倩哥 我是说三位英语的倩哥 第一次评论大家来分享新娘妆容 最近在毛哥平学化妆的倩高 我们学到了新娘妆 那我想的 好不容易买套花妆你把它传来吗 买个视频这样 那像这个新娘妆呢 你作为一个日常妆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喜欢带假年毛呢 你就把假年毛拆掉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素颜的倩哥 呦呦这里是素颜的倩哥 那我们化妆的第一副就是戴美头 美头最近呢我就喜欢戴这种灰灰蒙蒙的 看起来人啊 就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那么局促的花色 接下来我们呢就上遮瑕 遮瑕我用的是Lars的遮瑕 那我们眼睛上面也要上到遮瑕啊 面部的话眼睛上面的底妆是比你面中央的啊 面中的这一块的底妆是厚的 只有厚了你后面涂的这些眼影啊 淡淡的才能看出颜色来 像如果你的眼睛色层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就一定要上遮瑕 一压痘痘这一块是最容易脱妆的 脱妆的地方呢也和你的粉底上的薄厚有关 接下来是上底妆 我用的是扎尼玛的粉底件啊 色号呢可以选择比自己肤色稍微白一点点 半个色号到一个色号左右 因为肤色暗了的话真的会显得人没精神 接下来呢就是上高光 这个高光呢美容博主说就是提尿啊 就是如果大家在批读过程中 那些凹痕 你需要填起来的地方 你就用这个遮瑕把它提尿 那像倩哥我呢 这一地好像有一点点这个硬地安纹的这个纹路 所以我需要把这一块A给提尿 还有我的发腻纹这一块给提尿 然后呢我们眼睛这一块也提尿 提尿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中情太短了 这样会让我的鼻子看起来长一点点 山根这也提亮了啊 往上走通天笔 现在的下巴是属于圆下巴 让高光姐往上抬 这样就视觉上会往上走那么一些些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整体这边的面部呢 就会相对于这一边它会更苦一点 然后更往往走那么一些些 只是走一些些啊 不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接下来呢就是定妆了啊 我用到的是涂身若梦的杀粉 全眼睛定妆 那像眼睛这一块一定要订购 少了要不得的 因为你这粉厚啊 倩哥 呃油行嘛 这种干粉和丝粉的配品 我一般是5比5 直到订到它啊 我用手摸不黏了 就说明可以了 今天我们画眉毛用到的是 Nini Paris的眼影盘01号 只要颜色对了 粉状类的东西 你啊可以任意替代 圆脸呢是适合调眉毛的 但是倩哥我的眉眼间距太宽了 如果太调的眉毛呢 就会感觉我现在 三杯 安心腿 所以我画眉毛的核心点就是啊 要把我的眉毛压心一点点 让我的眼睛距没有那么宽 然后呢稍微平和一点点 那首先呢 我们就是不先确定眉形啊 把眉形确定好 那我的眉毛呢 需要把眉剎线往下移 眉头线呢往上贴 确定好位置以后呢 我们的眉峰这一块的颜色重一点 现在我们来画眼影 眼影首先我用 Nuke Touch的这个腮红来铺色 对 用腮红来打底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啊 之前答应大家的 Gay Bay It Too Me Stray 这一盘我们来画啊 用这里面这个橘色 这新娘妆我们还是和画兔眼是一样的啊 重点就是把眼睛画长 但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要把眼睛画圆 圆一点的话更显温柔 然后呢我们再淡取这个橘色啊 继续晕染 画在眼尾 这种氛围感就是要多晕染 对 晕染 带有深一点的橘色啊 颜色的睫毛更不晕开 呃 那Color Purple这盘眼影里面 这个亮晶晶的颜色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是以前出道的盘子 所以倩哥我用到了眼影爆 Black日记的眼影爆 我很喜欢点头在眼中 哦 亮晶晶晶晶晶 修容我用的是Too Cool For School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淡 我觉得颜色淡的修容呢 大家画的话不容易重视 不容易翻车 沿着眉毛下来一直修就行 我的脸属于中挺比较短的脸 所以呢我们要沿着眉毛一起修 让我的鼻子看起来长一些些 然后我们就是涂腮红了 腮红我用的是Milk Touch的 这样和我们的眼影能衔接上 然后我采取是轻少写少的方式 接下来是高光的部分 高光我们这一块 我们选用的是压光的高光 不要选珠光的 因为大家看一下 目前来说啊 尤其的话它上完底妆以后 它会自己带这种光头感 如果有珠光的 会显得过于亮 压光的高光我们的面部也难一点 和我们之前上提亮的地方是一样的 因为刚刚上了提亮 你用散粉定妆以后它会变弱 现在我们用这种压光的粉 再让它显得出来 但是一定要赏妙 多了以后很感动 容易卡粉 先到不来涂口红 口红用来的是TOMERFOR的16号 因为它是滋润质地的 看起来会更 银润一些 那倩哥我的嘴巴是不对称的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唇源模糊的方法 首先把嘴唇边缘 用气垫架住 模糊 然后可以看出来 我的唇峰是比较尖的这种 很尖很尖 这种尖的唇峰 会感觉这个人比较小气 上面的这个唇骨 它又太短了 更明显 唇骨要虐坏于唇峰才好看 所以我们这一块也要把它画宽一点 对 这是唇骨 然后模糊边线 然后你讲唇的话就收窄 因为嘴巴还是偏大了一点点 然后我还会叠加乳麦的唇 也要增加这种银润感 现在呢我们就换上婚刷变装 浮客 好了今天的婚刷造型大家还喜欢吗 剑哥我想的时候呢也会幻想 自己穿上裤衫以后会是啥样 反正会觉得今天的自己真的美丹 但是说实话就目前来说啊 剑哥的人生章程里面 没有结婚这两个字 舞台solo的剑哥啊 虽然和我最近经常说 想常常念爱的双丑位 那纯粹是因为 没有找到过自己喜欢的人 万一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呢 我会不会是那个万一呢 仅此而已 我觉得念爱还是有风险的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一份风险 而且别人不都说嘛啊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了 结婚对于女孩子来说啊 风险太大 现在啊结了婚又移的 移了婚又结的又移的 说的是风险都很大 甚至剑哥我觉得啊 女性结婚和离婚的成分 都要比男性高很多很多 剑哥我呢是在小城市长大的 这样的故事看得太多 也听得太多 算了算了啊今天是这支开心的视频 咱就不往下扩感了 所以到现在来说啊 目前软件硬件都不具备的 倩哥我暂时不会考虑结婚的问题 就算是身边的朋友来劝我 父母来逼我啊也没有用 之前不是当初经常说嘛 不买逆省百分百 那结婚不结婚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呢 也不见得 网上那么多啊孤独终老的故事 倩哥我呢也会经常说到一些私信啊 你为什么25岁了还不念爱 你为什么25岁还不结婚 你不是个正常人 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存在 才会有啊大把大把的胜利 可是结婚是自己的事情啊 我要跟谁过一辈子 是我自己说了算的事情 跟说这些话的人 啊有什么关系啊 要是哪天啊我真的结婚了 而且还有呢孩子 我最希望的是他做自己就好 首先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他再是我的孩子 他也许对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疑惑 我可以给他解答建议 而不是强迫要挟 选择与否 都是他自己做的抉择 只要不违法不犯法 他的人生他自己做的 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所以啊其他人如果是朋友 我也真的谢谢他对于我的关心 对于我的好意 但是我希望能尊重一下我的想法 至于那些没有吃过饭的人 我就想说你谁啊 关心